如果你发现一直有人盯着你家窗户 你会怎么应对 早上我拉开窗帘 突然发现楼下有个奇怪的男人 透过他木讷的眼神 我很快觉察到他在望着我 他想干嘛 这种被窥视的感觉真的让我反感 我怒视着他 好在他最后失去的离开了 我没再多想 谨慎的锁好门去公司上班 一到公司 小美就跑过来告诉我昨晚发生的大事 听说咱小区昨天晚上有个女孩被害了 凶手提前躲在衣柜里面 等主人晚上回来后侵犯并杀了她 咱们小区 代入感太强 我已经开始害怕了 凶手会不会是早上那个奇怪的男人 我是不是被盯上了 果然在晚上回家时 透过身后的人影 隐约觉得身后有人在跟着我 想起早上小美的话 瞬间汗毛竖起 我不敢回头 只能加快脚步跑到家 迅速反锁好房门 喘了好一会儿 我想着上网转移一下注意力 随后看到网页中一则信息 最新的实景地图已经上线 并且街道的拍摄工作已经完成 出于好奇 我也赶忙输入了自家的地址 在搜索完成后 屏幕中出现了家附近的场景 我顺着街道找到了自己的家 突然 出现的画面让我不寒而栗 有个人正在望着我家 在把照片放大后 我发现那个人就是早上看到的男人 惊恐之下 我又拉开了窗帘 透过窗帘的缝隙朝窗外看去 果然 那个奇怪男人还在窗外看着我 我身体也控制不住地抖起来 随后 这个男人好像知道自己被发现了一般 堂而皇之地迅速走进楼梯 我甚至能清晰地听到他快速上楼的声音 就在这时 门铃响了 我顺着猫眼向外望去 男人面无表情地停在门外 他到底要干什么 连续急促的门铃声之后 可能是见我长时间没回应 于是便干脆敲起了门 我的心脏也在他一阵阵敲门声中提到了嗓子眼 双腿也不听使唤一样 瘫倒在地 突然门外的男人说话了 你在吗 能开开门吗 从前天开始我注意到你家有点奇怪 你开下门 我来帮你看看 听到这 我慌忙去抽屉里拿出了水果刀 我并不想具体听他讲什么 心里确信这个男人有问题 于是我冲着门外喊道 我报警了 警察很快来 我不管你是谁 你赶紧走 果然 外面瞬间安静了很多 来不及多想 我赶忙开始打电话报警 并一边看着电脑里的照片 一边把那个男人的相貌特征告诉警察 就在这时 我忽然发现照片中男人所看的方向 就是我家的阳台窗户 但是 那里好像有个人 从体貌特征看那不是我 难道说家里 已经进来了人吗 我惊恐的不敢言语 下一瞬间 听到身后的柜门慢慢被打开 我意识到不对 起身刚想往门口跑 一个粗犷的手臂锁住了我的喉 同时 我嘴上被用一块奇怪味道的手帕遮住 他拖着我往房间里面走 我尽全身的力气想正开他的手臂 但丝毫没有用 到了卧室我被重重的甩在了床上 他面色猙獰 充满猥琐 在我失去意识的前一刻 我仿佛听到房门被撞开的声音 再次醒来 我发现我躺在医院内 身旁的警察给我描述了经过 由于近期入室案件频发 市里的刑警早就对我们小区进行不控 而那个所谓在楼下偷窥和跟踪我的男人 其实就是警察 由于不确定我屋内嫌疑人的身份 所以才对我暗中监视保护 在我受迫害的前一刻 如同天神般救了我一命 多日的压力和紧张 终于在这一刻爆发出来 不争气地哭了起来 等我情绪平复些后 拿起手机开始看视频 这件事很快被报道了出来 下面有个评论 独居是女孩们的权利 而不是伤害她们的理由 我反手就点了个赞